10月24号 张女士和老公打了一辆网约车 要赶着去机场坐飞机回老家办婚礼 结果半路发生意外 连人带车冲进了河里 10月24号晚上 张女士通过一位顺风车叫了一辆车 从渔航到萧山机场 准备回甘肃老家办婚礼 婚礼定在27号 她跟老公都带了行李箱 里面装着结婚要用的礼服 首饰 化妆品等 这个平台是先付钱后消费 等到平台上约的是一辆黑色的越野车 但实际上来的是一辆白色的车 过来的是一辆微公交 张女士支付了95块多 她说上车以后 司机说要去接个人 她也墨雪了 车子开了半小时后 张女士发现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为什么越开越远 她说她要去延安大酒店去接她女朋友 然后去萧山机场再接她朋友 张女士也同意了 后来车子开到了墨干山路和渔航堂路交叉口 当时左边有辆重型自协车 他们的车突然和自协车发生了呱擦 车子失控冲断了桥护栏 就冲进了这个河里嘛 因为车子从那里冲过来以后 我整个人已经崩溃了 张女士说 事故发生后 她和老公被周围的人救了出来 随后被送往新华医院救治 她被诊断为头部外伤和软组织挫伤 丈夫稍微好一些 张女士说 事故后她的手机也不见了 而丈夫的手机进水 她买的礼服 首饰 化妆品也都没了 总价值近三万 他们在医院休息到26号 一位的负责人给他们买了衣服 买了机票 两人回老家按时举办了婚礼 但内心是崩溃的 因为我俩背催到什么程度 回家 她背一个书包 然后就随便家里去拿了两件衣服 结婚的时候就礼服也没有 啥都没有 就坚持嘛 张女士说 她希望有人能赔偿她的精神损失和财产损失 这个事情 她找一位负责人和赵世芳谈过 一位的说 要等事故认定书出来 赵世芳有保险公司 她也 她就觉得 她中间提到了 她说可能我们会不会这种碰瓷 大车到保险公司就是医疗费这些会赔偿的 只赔偿我干洗的费用 然后还有就捞上来的那些东西 再稍微赔一点 其他的没了 11月30号 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 这次交通事故判定重刑自写车承担全部责任 张女士说 她再联系了一位的负责人 就怎么都联系不上了 记者尝试拨打一位顺风车负责人和一位的客服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记者又拨通了赵世车车队长的电话 这个东西 保险公司说承担多少就多少 你最好是找他们近代的老板 因为他是跟那个车有关系的 我们是跟他们的那个车的有关系 对不对 你说他直接找我们 你说我们这边老板也不愿意承担 车队长陈师傅说 这个事情他的建议是起诉 财产损失呢 如果说有责任方式 金融村也要赔 但是呢 他也可以要求这网约车来赔 因为他毕竟是 他跟网约车达成了一个 那个相当于一个消费者 一个是经营者嘛 手势丢了什么东西呢 存在的一个困难 就是他手势丢了他的证据很难 在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失 法院是这么判的 如果构成残疾了 然后根据残疾的级别呢 他会来判的 张女士说 打包行李时 她没有拍视频 如何证明价值是个难题 我是要结婚去的 我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现在就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损失 没有人给我问候一下 你好了没有 那么不管是出于什么方面 平台的处理事情的态度 我真的接受不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